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的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那这跟您的夏佳乌斯怀运动好像是不谋而合 就是一起呼应的 那这个运动快讲也说到初步的效果啦 那您怎么看这一份民调 这个民调我之前还没有机会看嘛 因为待会才会公布 但是我知道的是 全台湾社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 那就是没有人的任何 没有一个政党的部分区名单上面 应该有亲共的这个退役将领 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区名单上面 应该有一个支持两岸统一的任何一个人士 那这样子的立法委员真的不适合 所以我呼吁所有的政党 我呼吁国民党尽早做适当的调整 是不是有想要邀蒋万人委员一起加入夏佳吴斯怀 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夏佳吴斯怀是一个全民的共识了 现在反而是政治人物走在民众 走在民意的后面 那无论如何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 蒋万人委员或许不方便表态 但是吴一农的立场非常坚定 吴斯怀不适合当台湾的立法委员 那希望国民党也看到这个 看到民意也尊重民意 我们尽快做调整 我们先把政党利益放一边 我们先把台湾利益放在最前面 那因为提到蒋万人的部分 那其实昨天郭台铭他有传出说就是 他可能之后可以考虑来帮蒋万人站台了 你会不会担心郭董这一个大母鸡出动的话 会影响您这边的选举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助选团队 那我最在意的还是选民看到吴一农所代表的政见 吴一农所代表的理念 那我相信大家会看到 一个愿意站在台湾这一边的政治人物 那希望也大家给移农一个机会 进国会投对的票 站在对的那边 谢谢